其實應該也跟我一樣的喜歡大豬豪 可是他的方式是不對的 他會把他的車子極盡能可以改裝的 然後他會去挑戰各式各樣的地形跟地方 可是如果他過西的地方不是傳統一直在走的路 他希望去挑戰各式各樣地形 所有的河流裡面 溪流裡面的地方 全部都是溪流裡面的魚蝦的食物來源 跟他的棋地 跟他的草 像這樣子是破壞非常嚴重的 可是就是有很多喜愛大自然的人 很喜歡做這種事 包括說到這個地方之後 垃圾要不要拿下山 我們荒野保衛協會每個月一次在地下林道做定關 在加入蘭海邊做定關 我們定關完之後我們再做一個事情叫做 進山跟進碳 撿垃圾 就是撿垃圾 我們沒有製造垃圾 我們還把其他人留下來的垃圾帶走 其實我們是在推了 除了我們已經在做事情之外 因為參加我們活動都有很多小朋友 其實我們是在做環境教育 我們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今年的9月份國際進碳日 方野保護協會台東工會也會辦進碳 也會辦進碳的活動 我們的進碳活動非常特殊 有興趣可以參與 我們的進碳方式不是只有撿垃圾 不是只有垃圾分類這樣而已 我們深度思考去 我們的調查是去看這個垃圾的產生方式 它是怎麼產生出來的 因為我們調查出來之後 你才會知道說這個地方的垃圾是怎麼來的 我們需要去思考說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垃圾不這樣子出來 如果純粹只是做垃圾分類 把資源的拿去再重新做 其實是沒有辦法打動 一般的人去看待說這個垃圾怎麼到這個地方來的 有興趣有留E-mail的應該都會 都一定會收到我的訊息 三里的過度開花 這兩棵夫妻樹會存在 其實是算他好運 因為他長得其貌不養 就因為他長得其貌不養他才會存在 如果他不是長得其貌不養他就不會存在 他如果長得比直他就一定會被砍掉了 會被砍掉了 這個是三里開花 照這條路的第一個原因是因為要上山砍樹 所以就來做這樣子的事 就來做這樣子的事 那開路所造成的土石就直接把它丟下去 就直接把它丟下去 直接把它丟下去之後 然後下一次好運來的時候就是土石柳的原料 土石柳源源不絕 土石柳的原料 而且這樣子丟下去之後 對於這個山的直批 造成非常大的破壞 那這條路開了之後 接下來就 沒有 這裡有一個統計 其實這個可以看一下 我們三里裡面的產業道路其實沒有那麼短 這是十年前的資料 山上的路就已經有這麼多了 就已經有這麼長 路越來越多了 上山的活動就越來越多了 上面那張圖其實是 其實是 一般我們所知道的山是這樣子 下面的這張圖是目前親近農場的 親近農場 親近農場的狀況 我們如果去親近農場 我們在比較低的地方 其實我們是不感覺到有這樣子的 嚴重存在的 可是如果用這樣子的空派 我們就會知道說 其實這一塊山已經死掉了 已經死掉了 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開發的亂象 那樣子的山所造成的農業上山 一個部分是休閒 其實親近農場最早出現的時候 是農業上山的問題 而不是休閒上山 是農業上山的問題 那農業上山 它已經沒有辦法做水河保持了 它所造成的現象就是 整個水庫的 淤居的狀況會多嚴重 這個數字其實是 其實是應該我們要非常震撼的去感覺到 去知道的 如果一個森林的植屁是完整的 每公頃的土壤流失量 它還是會有500公斤 它還是會有500公斤 可是如果是一個種菜的 台東這邊有很多 最近的我們地海拔山去種薑 種薑都會整個開墾掉 每公頃的土壤流失量會高到56噸以上 這是非常嚇人的 每一公噸的土壤在自然界形成的時候 需要百年以上的時間 然後我們就很容易的就這樣子把它流失掉了 那這些流失了往哪裡去 這個是 這個是山上開花 這是多陡的地方 這是多陡的地方 農業上山的問題其實是很大的 然後讓入勝率其實是沒有辦法水 水是升不下去的 升不下去就是沖下山 沖下山之後就是這樣子 現在問題是下山 沖下山 我們現在的水的來源是 我們認為颱風寄來了是來了雨水 正常的森林存在是這樣很好嗎 可是我們現在是 雨寄來了照理說